大家好我是Eva 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气播报 在未来几天天气状况变化会比较频繁一些 我们先来看到在明天会逐渐转变成偏暖风的大气环境 而且呢各地都会是比较暖热的天气形态 就只有东半部地区 以及中午过后在山区会有一些短暂降雨的发生 星期四随着风陨渔气接近靠近零响 台湾附近的环境水气也会变得比较多一些 那么西半部地区就会转变成不定时 会有短暂降雨发生的天气形态了 我们先来看到微信云图在今天持续是吹着高压回流的偏东风 到东南风大气环境下位处在银风灭地区的东半部 云量仍然比较偏多 不过开始有一些有阳光可以从云凤中透出了 那么南部地区上半天也是以多云倒阴的天气形态为主 不过呢下半天随着华南云系远离之后 这个就转变成开始有阳光露脸的这个天气形态了 其他地方在今天都已经是恢复成情势多云 相当暖热稳定的天气形态 所以整体来说在今天就只有南部地区有稍稍受到 这个地形加上残留的华南云系影响 有一些降雨的状况发生 不过整体来说降雨的影响范围 以及影响的这个强度都并不是太明显的 未来几天台湾的天气将会受到风向的转变 还有风面逐渐的接近靠近通过的影响 而有所变化 可以看到在星期三开始 华南地区一带有一道风面系统建立起来 并且星期四逐渐的接近台湾 星期五星期六会逐渐的来通过台湾 为我们台湾全台湾带来有降雨的天气形态 我们先放到台湾的地图来看一下 在今天仍然是吹着偏东风的大气环境 但是到了明天将会转变成偏南风 到西南风的大气环境影响 再加上华南运气是逐渐的在华南地区 在建立起来了 为我们台湾带来比较多水气的影响 所以可以看到了这个降雨的分布 将会是在东半部地区会有短阵降雨的天气形态 在中午过后山区也要特别留意 将会有机会是受到对流运气的发展 而在中午过后有一些对流降雨的状况 那么在星期四来说的话 随着封面游戏的接近靠近影响 全台湾都会是感受比较闷热潮湿的天气形态 而且可以看到降雨的分布呢 是越往山区集中了 所以在星期四的中午过后 中南部的山区就得要特别注意了 这个会有比较高的几率发生 午后热对流的短暂降雨以及短暂雷雨了 而西半部地区也要特别留意一下 在星期四天气状况变得稍稍不稳定之下呢 也会在局部地区开始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降雨发生了 星期五会是封面主要通过的时间点 全台湾都会是有降雨发生的天气形态 也不排除会有雷雨发生 那么主要呢 这个在单点会有比较大的雨势状况 以及比较剧烈的天气形态 预估将会是在云嘉南地区以北的沿海地方 会有比较明显单点较大的雨势的发生 所以要提醒大家在星期五 记得啊外出的时候要攜带雨具 星期六来说也同样的还是受到封面云系的影响 不过随着时间越晚呢 封面云系影响的强度以及范围都会有所减弱的 一直到星期六晚间开始才会这个封面云系远离台湾 我们来看到气温的部分呢 在今天呢 这个台湾北部地区呢 就已经是有高达30度的高温了 那么随着封面的建立以及靠近影响 暖热的空气堆积之下 加上了这个西南风吹起来啊 我们的星期四之前呢 这个高温就会占上34度以上哦 非常的闷热 提醒大家真的要多多的 做好防晒工作 多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了 一直要到星期五星期六 随着封面云系的通过哦 这个带来降雨以及云量的遮蔽之后 才会高温下滑到29到30度 那么低温部分呢 持续都是维持在23到24度 中部地区也同样的 是一样的趋势 高温在星期四之前 会占上33度的 那么低温维持在24到25度 而南部地区则是呢维持在3132度的高温 不过要特别注意局部地区内陆 以及近山区都会有比这个画面上来的更高的温度哦 真的真的要特别的多加的做好防晒的工作 多补充水分啊 那么呢在低温部分则是维持在26到27度 东南部地区则是31度左右的高温 22到23度的低温 好所以整体来说呢 在今天天气形态都还是比较稳定一些些的 不过明天开始呢 天气形态就会有一些转变了 在我们中南部的山区哦 中午过后特别留意 会有这个对流云系发展 带来的对流雨势状况 而东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 这个短暂降雨的发生影响 那么特别提醒大家在空气品质方面呢 受到风向的转变影响之下哦 我们中部以北的地区就位处在下风处了 再加上中午过后 光化作用的催化之下 臭氧浓度都会有所提高 有所上升的 但是风速比较微弱 扩散条件相对比较不理想 让我们的北部地区 以及中部地区就亮起了 红色的警示灯号 来到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等级了 那么在竹毛地区 也同样的是亮起了橘色的提醒灯号 来到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所以提醒大家 尤其是中部以北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要特别注意了 明天甚至是到星期四 都要特别留意 尽量的避免在下午的这段时间 从事剧烈的户外活动会比较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